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啊 第一个 观想修 是上根气的人用观想修 中根气的人用观相修 观阿弥陀佛的相去修 下根气的人用持明修 持他阿弥陀佛 我们知道的 念佛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最下下根气的人 就是临终时 到临终的时候 你能够誉起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十遍阿弥陀佛的圣号 如果你在世有上根 单单靠这十个临终时念 就可以往生到佛国净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 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 去到那里再修三十七道品 去到那里为什么能够修行 因为那里有天音 有和雅音 你听到这种天音 你自然的 自动的 你就会念佛 念佛 念佛 念身 而且修行三十七道品 那不是强迫你 而是你心里自然产生欢喜心 自然你就会去修三十七道品 然后你修了三十七道品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一阶一阶的往前面走 到了长极光土 你就是就近成就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分成四个土 一个是长极光土 是法身佛所在 一个是时报庄严土 跟方便友谊土 是报身佛所在 到了还圣同居土 就是应身佛所在 那我们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凡夫 你那时候你还是凡夫 叫做凡圣同居土 圣就是应身佛在那里 凡就是你在那里 阿弥陀佛显化这个鹰鸥孔雀 嘉宁平家共命之鸟 他们都能够产生和雅音 也就是天音 只要在那里的众生 听到和雅音天音 你心中没有杂念 你自然产生欢喜心 自然修行 你就可以有成就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弃足了庄严 殊胜 唯妙 跟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摩尼佛特别开出的方便法门 让有业障的也能够到那里去 业障没有完全消除的 都可以到那里去 业障已经完全消除了 那就是到了这个报身佛的境界 或者到法身佛的境界 长极光图 实报庄严图 方便有仪图 业障没有消除的 在还圣同居图